老鼠在自然界中是人人都嫌弃的生物 但今天我们所讲的却是一只另类的老鼠 它聪明伶俐爱好学习 尤其热爱烹饪 最终用美味证明自己成了顶级的厨师 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美食总动员 这只神奇的老鼠名叫小米 因为拥有发达的嗅觉和味觉 小米就充当了老鼠窝里的毒药检测员 所有的老鼠从垃圾堆里捡到的食物 都会先拿给小米检验 食物里有没有毒药 能不能吃小米一文便知 可小米从来不吃垃圾堆里的食物 他喜欢来到人类的家里 吃那些干净的水果 就连吃水果都要搭配上奶酪 因为两种食材搭配就会产生新的口味 哥哥大米尝试烟熏蘑菇的时候 不小心被雷击中了 而这次意外却让他尝到了全新的味道 虽然好吃 但他觉得还是少了点什么 便打算在第二次打雷之前 偷偷潜入厨房寻找调料 在找调料的过程中 小米从电视中无意听到老关于厨绳的新闻 报道说 美食家插平了厨绳的菜 并使餐厅降薪 厨绳因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不久便黯然去世 还没等小米缓过神来 他身后的老太太就醒了 赶忙起身拿起枪射杀他俩 虽然老太太一枪都没有打中 但他们的窝却被发现了 所有的老鼠赶紧逃命 寻找新的著作 而小米为了拿走那本厨绳的著作 册理的时候比大家晚了一些 这也让他和家族失去了联系 他只好一边看书 一边等待有人来找他 翻着翻着 他就看到书中的厨绳动了 还告诉他 如果饿了 就去上面找点吃的 在这里待着 不如上去看看 小米找到了能够让他饱餐一顿的面包 但厨绳再次出现告诉小米 这样的行为和偷几乎一样 如果你是个厨师 就需要自己去做 他只好放下食物 去寻找一间可以做菜的厨房 最后他发现 自己所在的下水道旁边 就是厨绳餐厅 与此同时 一个名叫小林的男孩 通过母亲的信件来到这里上班 虽然干的活都只是打扎而已 但厨绳告诉小米 任何人都不是可有可无的 人人都可以烹饪 而事实上 小林因为不小心弄洒了汤 正在进行补救 小米看到这里 拼命的和厨绳抱怨 这种糟蹋粮食的行为 他一步留神就掉到了厨房里 在一番紧张的逃命下 小米在那锅汤的附近停了下来 这样的味道 连他这样的老鼠都无法接受 更何况是顾客了 于是 小米找来了所需要的食材 把汤做好了 进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小林发现了他 最要命的是 餐厅的大厨老王走了过来 他看到作为新人的小林 拿着勺子 直接把小林训斥了一顿 此时服务员一碗汤 直接端给了客人 老王想要去主栏 却已经来不及了 气急败坏的老王 扬言要开了小厨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服务生跑到后厨告诉大家 刚才喝汤的女人 是一位美食评论家 她非常喜欢小林做的汤 这下老王傻眼了 他不得不让小林留下来继续工作 同时 他也嫉妒小林 刚来第一天就能够得到客人的认可 两人正在说话的时候 老王突然看到了 正在准备逃跑的老鼠小米 众人赶忙拿起各种武器 前来捉老鼠 幸好小林抢先一步捉住了他 老王吩咐小林 把老鼠拿到远处杀掉 小林发现小米能听懂他说的话 他们越聊越投机 小林把小米带回了家 把他放在阳台上 第二天早上 小米给小林做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真是非常的贴心 而去上班的时候 小林也会把小米带上 他希望能在小米的指导下 做出美味的食物 结果也因为配合的问题 这一天过得非常的糟糕 而不久后 小米发现能够拽着小林的头发 操碰他 于是小米躲在小林的帽子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默契 并做出了一锅美味的汤 紧接着 回到办公室的老王 对小林的来历非常怀疑 便拆开了他母亲的信 信里不光没写介绍工作的事情 还说小林就是厨生的亲生儿子 老王眼看着厨生 遗嘱你所说的两年期限即将到期 自己马上就能继承餐厅的时候 突然出现这个合法继承人 这是老王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赶忙连续律师核对真伪 准备拿小林的头发去做亲子见地 这天晚上 餐厅里又出现了问题 慕名而来的客人质问服务员 为什么餐厅里除了汤以外 没有推出别的新品 这问题把所有厨师都拦住了 厨生死后 大家再也没有过创新 为了围栏小林 老王把制作新品的任务交给了他 让大家意外的是 小林虽然做菜的时候有些疯疯癫癫 可他做的菜却让客人非常的喜爱 餐厅的客人都增加了订单 想要尝试新品 老王刁懒小林的计划也就此落空 当小米在外面欢境成功的时候 小米发现了哥哥大米 就在附近寻找食物 大米赶紧把小米带回家 告诉父亲小米还活着 尽管他的父亲一个劲想让小米留下来 但小米觉得自己应该出人头地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了让小米看到人类的无情和残忍 爸爸带着小米来到一家卖灭属产品的商店 橱窗里展示了许多被人类杀掉的老鼠 爸爸对小米说 这就是老鼠接触人类的下场 可小米还是选择坚持自己的梦想 而老王则是 一晚上也没能从小林嘴里掏出话来 并且 鉴定结果也证明 小林就是出生的儿子 这下老王就不可能继承餐厅了 他只好想办法偷摸将小林炒掉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现在小林对餐厅来说相当于灵魂人物 而且还跟小美确定了恋爱关系 这样一来 就很难找到理由炒掉他 尽管如此 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天小美带着小林去兜风 小米却被吹了下来 人人见了都要上前去 欺上一脚 吓得小米只能再次躲进地下道内 等到天亮和小林在厨房会合 但第一个见到他的不是小林 而是他的哥哥大米 大米把他的故事告诉了伙伴们 便带着所有的老鼠来投靠小米 小米破一面子 只好答应给他们拿吃的出来 当他在办公室里拿钥匙的时候 发现了藏在抽屉里的遗书和亲子鉴定书 聪明的小米直接把资料交给了小林 知道真相后的厨师们赶走了老王 小林就此成了餐厅的新主人 为此他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收到厨艺的时候 并没有提及小米 这让小米感到有些失落 不仅如此 在发布会的过程中 法国最顶尽的美食评论家柯伯也来到现场 柯伯说 他明天晚上会来厨森餐厅用餐 这话可把小林给吓坏了 要知道 他当年一篇评论就间接的要了厨森的命 这可是个狠角色 在新闻发布会以后 小米因为和小林吵架 便叫上所有的亲戚来厨房偷东西 小林本想和他道歉 但发现小米在偷东西后 便丝毫不留情面的把他彻底的赶了出去 小米失落了走在街头 此刻他对人类感到无比的失望 人类果然是最无情的生物 而小米没了小林的保护 很快就被老王给抓走了 美食评论家柯伯来到了厨森餐厅 他没有点任何的菜 而是让餐厅自由发挥 拿出最有实力的菜品 这可把厨师们给拦住了 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小林的身上 可小林说自己根本不会做菜 大家都不相信 硬要小林赶快开始 与此同时 小米的伙伴们及时赶到 老鼠们砸坏了老王的汽车 救出了小米 小米没有逃走 而是直接赶回了餐厅帮助小林 面对众人的质疑 小林不得不向大家坦白 他说一直以来都是老鼠小米帮自己做菜 而他自己根本不会做菜 所有的厨师听到事实后 都离开了餐厅 就连小林也认为这次真的没救了 但小米还有他的家人 父亲叫上所有人帮助小米 虽然这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 但小米他们确实做到了 这样的场景 也是把回来帮忙的小美吓了一跳 小林把所做好的菜端上餐桌 看似普通的菜 柯伯只吃了一口 就瞬间回到了小时候 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 被这样的厨艺彻底折服了 为了见到主厨 柯伯先生一直等到了餐厅打烊 可当他来到后厨参观之后 这位顶尖美食家被彻底的震惊了 他一句话也没说 默默的离开了餐厅 经过一夜的思考 柯伯先生的评论上报纸了 他没有写下这一切 只是说这是一顿非凡的晚餐 这位厨师的身份极其卑微 超乎想象 却能够做出巴黎最好的美食 这使他明白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 但艺术家可能出自任何地方 特别给予了厨生餐厅 和厨生们极高的评价 而小林和小米的厨师故事 还将继续 本片打破了人们 总觉得老鼠和厨房 是两个矛盾体的惯性思维 并且宣扬了 在梦想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不管你是怎样的出生 不管你正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都应该努力去接近他 实现他 然后认真的生活着 好了